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恐怕是全世界都认识的女人之一 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当初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自己开玩笑 那些一些朋友们开玩笑 说蒙南丽莎不叫蒙南丽莎 叫蒙你傻 蒙你傻呀 那是我们开玩笑 因为那个时候 刚刚所谓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 这些东西重新恢复 在上大学的时候 三十多年前呢 也看过什么西方音乐史啊 西方美术史 那看不懂瞎看 那但是蒙你傻呢 确实也给大家伙蒙得够呛 那结果上个星期有机会到法国 确实去看了一眼蒙你傻 我觉得那个场景非常有趣 非常有意思了 当卢浮宫打开之后 所有的人都奔意大利展厅 那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了 所以他蒙那丽莎呢 在这个意大利展厅 然后那作为这个卢浮宫呢 有非常明确的标牌 说你在哪儿可以看到蒙那丽莎 那说心里话 等进去之后 看到画作是很小的一篇画作 但是几乎最早进来的人 都聚集在那个展厅里面 有照相的 有这个有那个的 有的挺明白的 有的不知道 咱也不懂了 那我自己的感受呢 就那句话 蒙你傻当初让我们蒙对了 因为蒙那丽莎所颂扬的 什么这么评论的这种价值观 那种价值观 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蒙那丽莎的微笑 太尖了 太阴了 那种 那种凝笑 就是笑容背后的那种 不善的面孔 不善的含义 在她的眼睛当中 在达芬奇所用的 青绿色的 面容的 这种色彩的背景之下 展现的淋漓尽致 我个人感受是 非常负面 那当然 我前提就是说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真正对比 这些著名的作品当中 要懂得 要能够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见解 不一定对 也不一定错 那只是理解不同 因为生命的境界不同 最新的一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国头号通缉犯 杨秀珠 星期二将在纽约受审 北京发出的 100名的红色通缉令当中的 头号通缉犯 杨秀珠 星期二上午将在纽约曼哈顿的 美国移民法庭开审 虽然该案获得移民法 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但熟悉该案法官的律师说 杨秀珠获得法官同情的几率 比较低 但程序会拖得比较长 他说负责审理杨秀珠案件的 是美国移民法官托马斯 而代理该案件的律师 叫做柯自明 那至少有两个消息 告诉美国之音讲 杨秀珠的案子将不会向媒体和公众开放 牵扯到个人隐私的问题 牵扯到具体 那这样的事情呢 在我个人的看法当中呢 杨秀珠年龄已经很大了 反正人都有意思 我觉得他也就这么回事了 他跑出去已经十多年了 而反过来 他对今天现在去留 或者刚刚出去的人 跑到美国的 跑到澳大利亚的 跑到哪的 那这些人影响非常大 对吧 不在钱多钱少 而在于你的获取钱财的性质 那这样的内容表现出来 等于是给今天 中国主政的人 是加分的 对吧 是加分的 但反过来说 他同样会促使 中共内部 就是今天中共内部 高层权力打斗的激烈程度 因为堵死了所有这些 在过去年代里赚钱 贪官人的路 当堵死了所有人的路的时候 故事就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当堵死所有人路 故事就另外一回事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上海股市上冲 五千点 五千一百点 在我看来 这是扎到了 习近平王岐山的死穴 而这个死穴的基础 是今天还没有放弃 共产党本身 当那些人没凑跑的时候 那就是鱼死网破 鱼死网破 今天沙滩官拍苍蝇 吃包子吃臭豆腐 都是来争取民意 让老百姓民心 向着今天主政的人 希望有一个清官 那他的基础 就是要稳定社会本身 那反过来 被今天主政的人 反腐的人 必须挑起民间事端 从2012年 曾庆红利用国安 利用这个 与梁振英之间的关系 挑起的全国的反日浪潮 一直到去年 我们看到的故事 就是去年的6月10号 香港610白皮书 所揭示出来的内容 所造成的香港的动荡 都是用民意 民间 来直接打击今天主政的人 所寻求的社会的安稳 社会的平稳 所以这是 直接打到中南海里面 那这件事情 应该是个过程 他评数比较多 主要是集中在案子本身 那我自己的看点呢 是在另外一面 那刚才我提到了 今天是6月10号 是610香港白皮书 拿出来的一周年 同时 我们也知道 610是直接针对 江泽民当初 直接针对迫害法轮功 而制定的 而现在的610办公室主任 是个空缺 现在的610办公室主任 是个空缺 那今天 从三月底 一直到现在 表现出来的那种沉寂 那种无声 似乎发生着 要发生着 某种大的事情 就在6月9号这天 明慧网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海军大校周一 控告元凶江泽民 其实注意到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在中国大陆 一些大陆的中国公民 直接以游递的方式 向中共的最高法院 控告江泽民 那这是我们看到 在我的眼睛里看到最新的 昨天拿出来的一个案例 因为他的特点就是 控告人原来是一个大校 文章报道讲 海军空军学院 退休副教授周一先生 79岁 大校军衔 因为修炼法轮功 而屡遭迫害 那近日 周一教授向最高检察院 递交了刑事控告书 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控告书是通过这样 游递的方式递出去 那这里最大的概念就是 在今天现实的环境当中 今天现实的环境当中 作为中国公民 那利用中国 一法治国 一县治国 在中共四中全会提出来的说法 在行使着他们公民的权利 而不是一个人 每天都在发生 我觉得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 而在过去的时间里 从三月底到现在的寂静 在我的节目当中 在其他的评论当中 大家都提到一点 那今天主政的人要打的 就是江泽民家族和曾庆红家族 而整个这一波浪潮 掀起的最关键的故事 最开始的故事 最真尖对卖门的故事 就是2013年12月20号 李东升 以610办公室主任的身份 被拿下 所以这个事就非常有趣了 那走到了今天 今天是610 6月10号 那这里面 我们只简述一段 那周一教授 他所遭受的迫害和提出的诉求 他讲周一教授曾经被绑架 非法关押 逮捕判刑 家人受到很大冲击 对他个人来说 江泽民已经犯下了 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 诬告陷害罪 非法 非法拘禁罪 非法剥夺公民 人身自由罪 而对整个法轮功修炼团体而言 江泽民实行的 国家恐怖主义灭绝政策 更构成了国际法当中 所规定的酷刑罪 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那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最大的意义 就是在今天 在中国大陆的 普通的中国公民 在行使着他们作为一个公民 应有的权利 在迎合着中共四中全会提出来的 一法治国 一线治国的说法 我们看后面会怎么样 亚投行 这是中国拿出来一个说法 后面背景什么故事放一边 结果日本人有个表态 昨天的新闻里头 BBC这么说的 中国理顺腐败前 不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 这是日本的表态 内容一定有它的理由了 我觉得在我看法当中 就是很简单 一个国家 一个政体 从上到下 都是你梦我我骗你 你中共的最上层 都是你玩我我玩你的时候 你成立的任何东西 我为什么信你的 当我信你的时候 我得有足够的能力玩死你 但我觉得不值得跟你玩的时候 当我进入这个行业当中 我要跟你在一起玩的时候 我就跟你一样的龌龊 我为什么要跟你玩 这叫普世价值的 一种另外的说法 所以在我看来 就这么简单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